這先受明代官說抽白單 二十八名原警遭約談 就二十一名被深壓 震驚警戒 但就是抽個白單 有必要這麼大陣仗嗎 知情人士直指 這只是個煙霧單 監調其實真正要查的 不是抽單 而是早在一個月前 就爆發的電玩弊案 這已經在我們第四級 因為涉案第一個遭到收押 他是新竹市警局保安科祕書宋瑞展 連頭新竹市議會祕書彭學雷 遭到擠壓禁見 同月二十五號檢調在約談五人 而其中曾在多索任職的退休員警 彭武賢兩波索索都沒有到案 遭到同氣 但這中間卻有一名副所長親身 也引發外界猜測 伊斯帕消息走漏 檢方七月已調查抽白單混淆視聽 這名遭通緝的彭信遠景 承認所長破案立功旅登媒體版面 根據同氣頂資料縣市 警方與業者有一份行賄分配表 每個月約五十四萬 三年來也有兩千多萬 涉案警向上也向下打點 其中包含有一場轄區內的各派出所分局 甚至連刑警大隊 市警隊都在名單內 沒封三節還會加碼 關鍵警中有人受押有人通緝 電玩案水很深 檢調跟時間賽跑也讓新竹警戒人人自危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